它是蘇格蘭的 它是這樣的 它的外型和黑方是一樣的 中國茶器仿冒商品的措施 近來成為全球媒體頭條 直接倒一下 直接倒一下 你也拿個鼻子看 不,不,不,不 這不是這個味道 不是這個味道 最左邊的酒是歐洲名牌威士忌 其他的都是豔品 外國品牌仿冒品 一直是中國官方的頭痛問題 但最近另一個棘手商標爭議 更成為關注焦點 中國公司的自創品牌 岌岌可惡 有媒體報導說 你說有拿四百個藝衣 我們就把上面要走 沒有 在路上不回答問題 被譽為魅力人物的知名總裁 被控非法使用公司品牌 引發爭議的品牌是娃哈哈 這是中國最著名的飲料品牌 提訴訟的法國公司 是娃哈哈的合資夥伴 該公司聲稱 娃哈哈違反合約善用品牌 但中方反駁法國的指控 聲稱娃哈哈品牌 是中國的財產 不管壓力多大 我們堅強捍衛華的 不把權力而戰 為捍衛我們的中華民族的利益而戰 中國與外資企業的品牌爭奪戰 越見激烈 千萬元是中國的 法國的利益最貴的大門 隨著全球開始邁入新世紀 中國發現不能只是追求經濟成長 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强权 必须做出改变 这些改变已经引发 如激流般袭来的冲突 品牌争议开始撼动 中国企业经营方式 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 在全球化趋势下 中国企业面临剧烈动荡 品牌争夺战 前唐江潮是唐州夏季代表性景观 但在2007年 唐州因为另一件大新闻 受到中国媒体关注 有家中国公司 被合资企业外国伙伴控告 引发一波抗议浪潮 各位的摄像机制 因为影响后面的文字记者 全下去了 对不起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被合资伙伴达能集团 控告违法使用公司商标 他在7月召开记者会 对百余家媒体缠明立场 中庆后声称 达能想从他公司 夺取中国自由商标娃哈哈 我们将在历史的配合下 接近应对输送 而达能就一再搬出大使 总领事来对我们政府施压 主要对我们的施压 也是徒劳的 花的品牌尽快是本能 有所有花的员工 在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下 创造出来 但并不是我中期后的 也不仅仅是花的员工的 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是我们中国人的品牌 我们一起抗计 为了开卫我们民族的利益 谢谢 下一位 总统您好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明白了 我说法国观点出汉吗 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出来了那么多 像爱国主义的理路呢 你们不知道这个 是一个危险的事 谢谢 这个实际上 我们也没有说 什么爱国主义的问题 对吧 这实际上就是你 这个犯一谋 就是他在欺负我们中国人 所以他感觉 我们中国人感觉 你这法国人到中国来 欺负我们中国人 所以引起了我们中国人的愤感 并不是说什么 民族主义的问题 这个意思不听懂 听懂 听懂 他如果不欺负我们中国人的话 我们都很欢迎你法国人 在中国投资 同样一样的 如果我到法国去欺负你法国人的话 你是不是也会 也很愤慨 是不是要把我赶回来 一样的谈 哇哈哈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国产饮料品牌 集团创立人兼董事长中庆厚 选用这个品牌名 因为娃哈哈代表孩子的笑声 推出多款饮用水 乳品和碳酸饮料 娃哈哈产品占有中国饮品市场 14%销售人 宗庆后董事长 是年度不好榜常见人物 也已经成为财经界巨星 今天它再度荣获杭州市政府颁发的成就奖 也获得员工的热烈欢迎 娃哈哈集团拥有2万名员工 和100家子公司 销售网遍及全中国 由于地方消费市场不断扩张 娃哈哈的营业额在10年来成长20倍 法国达能集团看好娃哈哈的潜力 双方在1996年成为合资企业 为了取得达能投入的现代科技与资金 娃哈哈同意与合资伙伴达能共用商标 1960年代在法国成立的达能 原是玻璃制造集团 为求多元化经营 达能收购伊云等数家公司 成为跨国企业 与娃哈哈合资 是达能跨足中国广大市场的第一步 达能在中国的营业额也正如预期 达到全球营业额一成左右 但在2007年5月 达能于国际仲裁庭 对娃哈哈提出告诉 达能指控合约条款民定 娃哈哈商标属于合资企业 中庆后使用此商标自行营业 是违反合约 但中庆后反驳 是达能违反合约 中庆后在抗辩中指出 在签署合资企业时 达能和娃哈哈原本各握有49%的股权 但达能后来私下收购剩余的2%股权 并且试图取得全部股份 独占娃哈哈品牌 中庆后指出除此之外 达能还与娃哈哈竞争对手建立其他合资企业 娃哈哈认为达能的最终目标是剥夺其经营权 让娃哈哈成为达能的分包商 因此即使娃哈哈商标属于合资企业所有 中庆后仍决定设立新公司 使用娃哈哈商标 以求保护娃哈哈品牌 随着新公司开始赚取相当利润 达能不愿意继续容忍 决定提出诉讼 因为我们需要是平等福利的合资 相互真正的合资 这个利益均等的合资 我们不希望有个受人家挪运的合资业 娃哈哈争议让中国品牌成为注目焦点 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自主创新政策 未来中国将优先照顾 并加速发展自由品牌 这个政策部分是为了安抚中国民众的反弹 因为多家中国老牌公司在成为合资企业之后 陆续被外资企业并吞 国务院的调查也正式证实 目前多数大企业的经营都由外资掌控 这位先生曾是一家中国冰箱厂商员工 这家老牌公司现已退出市场 该厂商在1995年跟韩国三星电子成为合资企业 最早的香雪海丹门了还是 你看哪一年的事情 这个是可能八几年了 八几年了 那这个是我们中卫星啊 就是我们董事长啊 这个呢 是吧 它监视的很值得 它早的时候产生不留了 荣获全国和地方七十届品质奖 香雪海冰箱曾是中国著名产品 但香雪海公司在遭合并之后 降级成为三星分包商 最后在市场上消失 孔雀电子的品牌形象 是如战赤高飞的孔雀行销全球 1992年 该公司与荷兰菲利浦集团成为合资企业 但后来菲利浦取得51%股权 拿下经营权 孔雀品牌随即消失 工厂则被一家台湾公司买下 前孔雀员工试图设立新公司 让自家品牌再起 但一切为时已晚 当时我们跟那个孔雀的领导提过这个问题的 提过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准备把这个孔雀延续下去 但是后来这个品牌已经给菲利浦了 给菲利浦以后就没有要到 自从政府执行改革开放政策 中国公司陆续与全球500多家最大企业合资 但自此 外国公司取得多数合资企业的经营权 透过投资或发行新股的手段 让多家中国公司被边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炳言教授指出 已有50多个中国品牌消失 中国品牌若想在国内与国际获得认可和发展 只要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绝无可能 他警告这最终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消退 那么现在呢就是中国的很多民族品牌消失了 比如有菲利28 胸帽洗衣粉 美加金牙膏 养子冰箱 孔雀电视 等等 还相信是冰箱 一会儿那些期 是一些洗衣机 中国的品牌 都被 并购和消失了 而不用中国的法律 制定法律 制定我们的管理条例来限制它 会造成一种恶心形怀 恶心形怀就是 一 中国的产业被垄断 龙头企业 越来越少 而中国的自主研发的力量 越来越弱 就要靠外国人才能研发新产品 第三 中国的民牌 中国本土品牌 几乎要全境覆盟 那么这样的话 中国就不是一个 自主的国家了 这是媒体招待会 中庆后希望赢得媒体支持 在将面临的诉讼中 以媒体作后对 他提出的宣传口号 是他本人和员工 能带领娃哈哈发展 担心娃哈哈可能消失 沦为达能分包商 中国各地员工 集结抗议这家法国公司 大文这种做法 不光说是我们员工 不能同意 表示那个愤怒 他那个中国人 我觉得我也绝对不能接受 包括业务 他一上来就是裁员 你要干得好好的 他凭什么材料 而且你材料 就是后面有一个后续的过程 结果就没有 热白事现在就成这样子 热白事 他纯粹就是一个资本运作 低价收 高价在卖掉 他并不是说 为了你咱们中国的品牌去发展 怎么去运作 他懂啊 他什么都不懂 为我们自己的民族品牌 也在努力工作 我想 我只见过娃哈哈的中国 只见过我们娃哈哈的产品 我从来没有见过过 其他的人 对我们的指导 所以 我想达能此次 参与我们这整体的 这个事件 让我感到 不可理解 大家认为这个中国的作画 也有问题的人 有没有举手 没有啊 我觉得他太孝敬别人了 有一点问题 他太孝敬了 他这样子的 他心太准了 真的 他给担政给集费了 对 应该一脚步 中国人讲情 所以他把这个情字提到前套 先君子了 如果说当时他不讲情 先讲法律的话 可能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种是一个太奖情 就是中国人的这种 奖情奖礼 这种所以在这个商业方面 可能还是形成的 娃哈哈与达能的争议 刚看出最新相关报道 人民日报啦 说的大富的皮肤啊 就是让人家感觉 就是他们一种 就是 外国的一致的一种 对中 助长中国的一种境界 人民日报 还有可能一个风向性的表情 那他们记了嘛 对 还有一个就是 老板 就是这个厉害了 各种东西 他有这种东西 根本离开 我论 感觉下个 下个有可能 媒体招待会的成果 已经出炉 但报道内容 不符宗庆后的预期 报道大幅刊登 达能集团 亚太区副总裁 范逸谋的访谈 报道中也批评宗庆后 只说他虽然大谈 换卫民族品牌 其实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这说明他正式上没有利益 中庆后在1987年 创立娃哈哈 他最初在曾担任校工的 小学合作社做生意 从亲自卖饮料给小孩开始 建立乳制品和饮料销售事业 进而创设 娃哈哈集团 中庆后不怕投入高赌注冒大险 他大力推出中国品牌 进入可乐市场 当时中国市场的主流 是两大美国可乐品牌 中庆后放手一搏 进军外资忽略的小乡村 较便宜的娃哈哈非常可乐 在乡村地区大为风行 在政府新政策下 乡村消费力已见提升 民族品牌抓住中国民众的心 中庆后声称 中国历史与文化不下西方国家 更因此打着民族自尊心的旗帜 迎战达能的诉讼 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品牌 那我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品牌 那么中国确实来讲 很少有世界上 几乎是没有世界上著名的民族品牌 你日本宋夏和什么些和风天都是世界品牌 中国几乎是没有 那么中国在世界人口是将近四分之一就是 是不是也应该有自己的品牌 近来中国投注更多心力建立自由品牌 取缔仿冒品的全国性行动 也出现新方向 现行目标是茶器中国品牌宴品 商务局反仿冒小组 在乌鲁木齐市出任务 他们调查的案件多半是国产甲酒 一粒老酵是著名中国酒 市面上充斥各种仿冒品 如果任由品质低劣的甲酒进入市场 新兴中国品牌的信誉将大受打击 这都有随负担的 这都有随负担的 这个园子养紧可以跟随负担 官员发现可疑的中国酒 有个推销员上门 把甲酒低价卖给这家零售商 这一部分 真的是怎么样 真的比较柔软一点 因为甲的比较硬 这个呢 直对的是中心 这个呢 它斜掉了 他每个出厂呢 从那个流水线过来的时候 他比较记忆一下 对证 对证要记忆一下 它是一个操作回忆 这个呢 他自己在现场里 作坊里 他肯定不会很能讲究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送过来的 一个小伙子 多大岁数 二十多岁 如果你们要有他的电话 就是小伙子电话有没有 就是他也没留电话 他只说过两天 那你们就这样 很轻易地就相信一个人 把酒送命运 因为当时呢 卖完以后再付钱嘛 我们也就没那算 你要是说 现在能不能找到那个小伙子了 现在他要是过来的话 就能找到他 他要是 我现在欠他钱了 他要是过来 我就可以找到他 他如果过来的话 我就找不到他 据估计 仿冒品在中国造成的损失 高达约三百亿美元 政府希望中国品牌更加普及 因此继续实施严格规定 在娃哈哈上法院 争取品牌名称使用权同时 盗用娃哈哈商标的验品 也遇见猖獗 在与达能争夺品牌的诉讼期间 娃哈哈验品数增加 可能曝露公司安全管理的漏洞 这是娃哈哈反仿冒部门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正宗的 跟真品包装只有些微不同的验品 对娃哈哈造成棘手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正宗的娃哈哈的爽歪歪 像这个就叫爽乖乖 什么叫贝贝爽 它还要搞笑的叫超级爽歪 比我们还厉害 这个是歪歪爽 这个是我们的纯真年代 这是我们的一个注册商标 那么它呢就是改一改 改成什么幸福年代 那么你说再换一种其他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什么纯真年华 改成我们今年的 反正总体来说是差不多的 出面对抗外资企业 保护中国商标的娃哈哈 绝不容许中国黑市 盗用民族品牌的做法 宗庆后本人积极推动 全国茶器孕品的工作 半年来的工作 先向总总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总总我们那个就是一到六月份 今年应该来说跟去年相比呢 总的案子还是比较多了一点 就总共有一百一十七起 那么其中有一个那个 反冒案子是七十五起 那么假冒案子呢是三十一起 那竞权案子呢是十一起 总价值要比去年来的稍微高一点 是达到了两百一十六点三万 好 广西内是有一个 那个主要是今晚的反华外 今晚的反华外呢 我前期工作已经在那边做了 像他们那个审计资伴师专也汇报了 那一方面我们要证据咒诅的一些 这法文的这个知识 对啊 然后有一个习办的是那个 山东工商局查了一车假货 在市场警察的时候就是 查了一车假货嘛 有九百箱那个爽玩歪 这一车可都会报下哪一个 这个条案 就是姓香奉去的家务案子 查记宴品的行动 是由地方官员执行 官员要确保正确程序 被确实遵循 现在的钱还有 上交了两千六百八十六 我叫郑大哈给我签了个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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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一般家务的公案 做的时候你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一部分呢基本上都是 奖励给这法部门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说 那个举报费用还是也从这里开始 这是那个假冒产生 假水都加得炸了 目前市场上赝品泛滥 娃哈哈别无选择 只能出资扫荡房贸 这个也不管是我们起的幸运问题 还有一个是消费者的利益问题 也现在我们中国的生产安全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公司还继续 让这个抓下去 2007年夏天 中国产品品质问题 成为全球新闻头条 中国品牌的商欲一落千丈 现在必须靠中国厂商 重建消费者信心 中庆后与达能的诉讼战 仍在进行中 达能甚至指控他的家人 使用娃哈哈品牌谋求私利 他决定公开一份机密文件 作为最后反击手段 这是他送给地方政府的 政府内部文件 发文者是管理全国商标的商标局 文件载明中国政府不同意 娃哈哈转让商标权 作为与达能合资的条件之一 事实上任何商标转让 都必须先取得政府许可 所以我们也说了 我们什么时候两次递交了 这个要求转让商标的报告 然后就是你 这里我觉得根据规定 军委同意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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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委 Zither Harp The Omaha group has been continuously disclosing the details regarding this arbitration case to the public, through the media, thereby actually resulting in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 Danone Group hereby would like to state as follows. The trademarks to be transferred were not registered under the name of the Oaxaca Joint Venture Company. With respect to such non-transfer, Mr. Zhang always stated that the state trademark office was handling the application transfer without notifying the Danone Group that such trademark transfer was incapable of being completed. 达能一方没有任何的理亏 就是说外方没有任何的理亏 相反,我们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 瓦哈哈集团严重违约 完了 与会的中国记者,轮番对达能提出质疑 而以前你不履行,我们还蒙在鼓里 为什么好像答案是要花过了十年才发现 在中国给商标花十年十年才是不最劲 而不是说三年或者五年 什么时候最近开始研究这个 比如说早的时候就开始 在想着就没有问题 由于瓦哈哈品牌 能带来丰厚利润 加上争夺商标案 已进入耗费盛据的诉讼程序 双方现在都不能退让 我们当时看到的中清后介绍的理由 说国家商败局现在有难处 现在马上要核准 还要等一等 他没有说就不能办 他说还要等一等 所以达能当时听到的这条理由 达能没有觉得国家商败局不同意 媒体说这条理由 他没有表明国家商败局不同意 这谈的是个程序问题 现在我们清楚了 老了半天你没有旅行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你继续旅行 但是按照国家商败局的那种 回号外套 还有一个明确的理由 即便你再申请 我仍然可以这个理由 可以明确的驳回 这个理由现在仍然是成立的 按照国家商败局的方法 那么达成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这个心理准备 被驳回的心理准备 我们现在不认为如果我们去做了正式的升级以后 国家商败局他会驳回我们了 我们到现在不这么认为 现在谁说国家商败局一定会驳回 这时记者会主持人收到消息 会场外似乎有事发生 一名法院人员带肃壮来到记者会场 在记者会当天 瓦哈哈控告合资企业董事会的达能成员 记者走出了会场 对 就近方一个人 加克林 还有翻译盟 三个人 那就是三个人全告了 对 分别是三个可以告 因为就是说瓦哈哈同学 因为就是瓦哈哈同学 我是路途社的 那就是你是代表同学 被告的董事会成员 也担任瓦哈哈对手公司的董事 瓦哈哈认为 这种兼职情况已经损害公司利益 现在情况似乎演变成一场诉讼大战 对 这个不要拍照 好 完全没关 没关系 这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 礼貌一点 没关系 两碗 大家礼貌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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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中国都在关注瓦哈哈品牌争夺站 在诉许 这是中国最大的手机研发公司之一 这张图呢 是这个三星双方手机主义下板的订路板的背面 它跟华丽自主生产权相吻合的几个基础套装在这几个方面 该公司控告世界知名电子厂三星诉讼陷入僵局 我想这个中国人可能跟美国人跟日本人跟欧洲一样聪明 这家公司发展的链合金制造技术成本比一般低两成 随着链架持续攀升 用链制作不锈钢的厂商纷纷对该公司下定 这家公司现在不只要在中国申请专利 也在另外六国申请 包括日本和韩国 近期资料指出中国投入研发的资金已经超越日本 目前仅次于美国 并不是讲这本 这本很多的现金制度都比我们国家强 但是我总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那我们是走到了领先了 在达能最近一次记者会之后 瓦哈哈董事长钟庆厚提出反驳 是很狡猾 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每次到国家去 不批准的东西都告诉他 现在董事会上是有纪论 在那个时候已经终止掉了 很多这个转量合同已经终止掉了 那么实际上呢 他是在那个審计报告当中 就99年他承认了 这个商标转型是终止的 变成商标使用许可 而且他专门在合资公司下 专门盖了个账 确认了这个东西 99年底 这个董事会计也给他炸两个给他看看 好不好 钟董事长出示财务报告引本 其中一页是国家商标局 驳回转让的富函 上面盖有瓦哈哈合资企业的公司章 表示确认 双方似乎已无和解空间 现在输送焦点集中在中国的立场上 在8月达能决定采取新攻击策略 他们在北京法庭控告商标局 理由是未批准商标转让申请 达能在法庭上宣称 发现了新事证 他们发出一份正式声明 瓦哈哈集团从未正式递交正确商标 因此商标局一直没有做出决议 这片声明与瓦哈哈的说法完全相组 双方的冲突欲见激烈复杂 外资企业想踏入中国市场 中国企业则需要外国资金与技术 双方抱持不同目标 成立合资企业 这种合作关系的内在矛盾 在十年后浮现 中国经济起飞 带动品牌价值扶摇直上 引发双方合作关系破裂 这个刮到品牌绝对不可能 不给它吃掉 对 这不可能给它吃掉 这也没有理由它可以吃掉 坚决跟它斗争到底 不会给它占一点便宜 中国人也不是太好欺负的 对 中国人是善待人家的 但是如果是受人家欺负的话 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十一月中 娃哈哈相关人士在杭州聚会 这场活动在杭州最大的体育馆举行 这场活动在杭州最大的体育馆举行 由娃哈哈支付所有与会者的交通与住宿费 销售亮眼的经销商 获赠价值十万美元的毫拔进口车 这是一场炫耀实力的生活 中庆后动员员工和经销商迎战娃哈哈品牌之者 下面我們有請 坐著全國醫護體育部長的 北京鞋單參與體育建議 今年我們儘快受到了 把握達人體育長的嚴重干擾 帶著全體員工與聽家商 分享商朋友們 團結一次習心習力 勞力屁股下 今年到11月份 我們仍然取得了人的增長 嘴話還在講 習慣能夠做到 積業長青做個百年老店 但是我們要做到積業長青 百年老店 首先要我們經銷商 要做到積業長青 百年老店 如果經銷商不百年老 我們也不可能發展 所以我希望我們 跟經銷商來一起 儘快給它做強做大 在爭奪品牌使用權的訴訟期間 娃哈哈慶祝公司成立20週年 來自各地工廠的員工 誓言保護這個中國品牌 五 四 三 二 一 開車 中慶後二十年前 以一台首推車 開始建立事業 現在被捲入一場國際經濟爭議 透過他的故事 中國人看見自己國家的秘密 感謝祝公司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